歡迎收看 國光 每段戀情都會有一個甜蜜的開始 但是卻不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結果 童話故事就此 結束 不知道我們還是不適合 你看 妳們還是想吃飯 我恨妳 難道在每段愛情結束之後 留下來的真的只有 對彼此的仇恨不甘心嗎 愛情的路程上 有可能幸福也有可能心碎 或許在每段愛情故事的背後 我們都曾虧欠對方一句 說不出口的話 或是滿滿的感激心情 好 謝謝 好 謝謝 國光幫幫忙 浪漫企劃 謝謝妳曾經愛過我 謝謝 歡迎收看 幫幫忙 我是熊豪 我是熊豪 在中間的是 進去二十幾店的陀中康 你好 長點鬍子了 經過一些歲月的洗禮 相信他在裡面有點長大 我們今天做的這一集不一樣 大人有點燈 我們小朋友偶爾也要來個點燈 感恩我們小時候 知慾之恩 對不對 像我們男孩子會遇到一些好女生 那今天三位女主角 就在那年輕的時候 遇到幾個好男生 我們現在還是很年輕啊 那你更年輕的時候 講小時候好了 好 OK 幾個男生呢 願意這樣子把他們放了 放他們一條深入 放他們一碼 對 那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給他們一個環境 跟一個空間 讓他們感謝這些男生 當初沒有把他們 好不好 所以換男生代表是蔣偉文 對 對 代表是阿丹 歡迎三位女主角 哈囉 這個故事的名字是什麼 最熟悉的陌生人 甜美的哲音 對失去的感情依舊很在意 到底她是如何結束 這段感情的呢 這是我們圈內藝人 導播可以Cue一下 宋欣妮的臉 沒有 是嗎 我們不會問太多了 是圈內的嗎 好 這個是什麼答案 是不是圈內的不重要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她對你很好 然後呢 對 然後 開始交往 她是怎麼樣對你好 怎麼樣對我好 我覺得喜歡了 其實怎麼樣都會覺得 妳都很好啊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她比較不一樣 是她思想比較成熟 怎麼個成熟法 教你很多東西嗎 其實我真的不懂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這種感覺我知道 每天早上起來 我一看旁邊 哇賽 最熟悉的陌生人 沒有 變成了 對啊 那都是青蛙耶 妳知道跟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完全不一樣嗎 不一樣好不好 對不對 什麼意思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為其實這一段感情相處到最後已經像 像情人了我覺得 喔 對已經像情人了 但是 因為 我覺得 還是分 其實我跟她算是分手 唯一一個真的有聯絡的人 喔 變成朋友 對變朋友 然後其實 會比朋友 再好 就是 像家人 對 對 昇華了 如果女生跟男朋友分手的時候 喔 沒關係 好像分手之後還會是好朋友 這種話都是尷尬 為什麼 因為你永遠不可能像以前那麼好了 如果你是有時候出生 還是可以啊 不一樣 只是你們男生都是用下半身在思考 不是 我說不是那方面好 就是今天如果是我還深愛著你 然後你跟我分手的話 那我之後每一次你打給我的話 就算你只問候 我還是會很想念你啊 那講的東西絕對不一樣 那也可以講出來啊 不過我跟你講是真的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個前女友 她就跟我講 我曾經因為我跟她分手以後 就很難過 我說我們會不會還是做很好的朋友 然後她說不會 我說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就很好的朋友 因為有一天你會愛上另外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會變成你最好的朋友 那我就會慢慢慢慢 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那這個女生也是我們 佩珍嗎 對 很難 對 不是 對 最熟悉的陌生 我應該請她的那個表情 誰會很像柳哲音 柳哲音的狀況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狀況會產生 搞不好留到現在還喜歡的以前那個男生 我覺得 我覺得那種喜歡已經是 你會覺得只要她過得好 你就會很開心的那種 那如果她過不好呢 過不好就會 你還是會替她過啊 那就是還是愛嘛 那就還是有愛 對啊 她會很在乎 我覺得那個愛應該是這樣 那個我們養過的寵物 然後給人家我們還是永遠愛那個寵物 對 對... 真的啊 對... 就是這個感覺 我們男生不是這樣子 寵物送給人家 我們都不想碰 好不容易送出去了 這就是你們男生不夠知信 不是 我們是清楚 我們不能說斷了以後 還跟人家藕斷私離 我們不行 你怎麼可以寵物來做標準 那我一看就大麥丁 這個就不是馬爾基斯了嗎 對... 但是我覺得說 藝人談戀愛有個痛苦的地方 嗯 譬如說我跟他都是藝人 明明是談戀愛 但是出去還要裝陌生 或是同事 然後說沒有 我們只是談事情 我們都會出來走走就這樣 這是我們台灣藝人比較痛苦的地方 對 你們當初有發生這種情形嗎 其實 就是應該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他比你紅 不是他 在當時 你現在當然比他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已經 他是圈內人了 我們也這樣講 不是演藝圈 不是演藝圈 玻璃圈 玻璃圈 對 就是你們出去的時候 慢慢慢慢會比較 可能公開場合的時候會走比較遠 避掉 避掉 然後我覺得是兩個人都沒有溝通好 所以 然後我又是屬於那種 比較不會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就是 該怎麼兩個人該怎麼相處 就希望怎麼相處說出來 然後我是屬於會悶在心裡面 然後覺得對方應該懂 對 對不對 然後就會慢慢 如果他就是 他也不講他心裡的話 然後我也不講 其實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分開的原因 這個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溝通方式 就是 我常常跟 也是以前女朋友講說 我們不要彼此去猜對方的心 因為兩個人來自不同的生長環境 你永遠不可能說 我真的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有哪裡覺得我做得不好 怎麼樣 你告訴我 講出來嗎 對 或是今天你想吃什麼 我問你要吃牛肉麵 或是什麼都不要 最後還居然跟我說 對 永遠不要 對 男生應該了 對 不是 不是 不用這樣講 你已經像說不會 你會有基本上的知道 但是不是說每一個都知道 心靈功夫 你們這些小鬼啊 吵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男人好處 你知道嗎 有經驗的好處 這個就是什麼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的男女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錯 但是不能怪各位 因為你要有經驗是 需要真的爭槍實彈去交往 對 需要時間的累積 像我現在 我絕對不會去說 欸 我不會溝通 不懂得溝通 不會 我有幾百種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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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那個不一樣 你不跟他溝通 他也會跟你溝通 對 溝通喔 溝通 但是年輕男女交朋友 交往當中 的確會發生溝通不良的現場 對 其實我的個性是 只要是吵架啊 或什麼 我就會冷戰的那種 就我會覺得 像男生都會問你為什麼要生氣 你怎麼了講啊 我就會覺得 就我生氣你還不知道 我為什麼生氣太過分了 所以我就不講話 然後他要花時間解釋 那就更過分 對 然後我就不講話 其實我覺得這 我自己的機率也很大 給你示範一下 當初你們走在路上 沒有辦法牽手的狀況 那阿丹 那假裝是你男朋友 被他看著爸爸 爸爸帶了一袋橘子 不是 不是 是這樣嗎 就跟著 這樣很像我也會亂看 就是看東看西 反正出門走路都 偷雞摸躲 對 然後有一次我生病 其實那一次 我就真的還滿感動的 因為他平常照顧我 真的嗎 因為其實我是單親嘛 就是跟媽媽 然後所以我覺得 會吸引我的通常都是成熟的男生 所以你生病 因為他叫 先走... 我在後面 你怎麼會記憶 不是這樣子 就是看我一次我生病 就工作到一半 我真的撐不住 然後我媽就來接我 然後我媽就打電話給她 然後她就一起來了 那真的我就是 就上吐下瀉好幾次 就會整個脫水 然後她是抱著我去醫 就是抱我去醫院 請問兩位男生 你們會這樣對你們的女朋友嗎 我覺得如果沒有在接... 你沒有辦法去接上 表示我的熱情的話 是 就不是人 她是那種每一道橫綠燈口 就是馬上蛇蚊燈口 我講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什麼 等一下 我講 我做過我覺得 最特別的事情 是吧 就是也是之前我的一個女朋友 她未出血 我想 大家所有的男孩子都會 很不希望看到自己女朋友 就是大便啊 什麼什麼那種 那種... 那種醜態就對了 對 但上次未出血根本 很虛弱下不了床 然後... 所以你是希望你女朋友 一直便祕就對了 不是... 但是我是完全 因為真的很愛她 我不去計較那些 我幫她弄便盆 所以她睡覺 等於是拔屎拔尿的 她生病的時候 你一樣會把她抱著去醫院吧 抱著去 就像她那個... 還不至於啦 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是電影情節 不要死... 我會從家裡抱到車上吧 喔 那個可以啦 那是... 那也沒那麼嚴重啦 走路在拖行的時候 其實男生抱會比較快 那妳那次是什麼狀況 那妳是從樓上抱到車上 就是...也是開車來接 但是就是... 在路上的時候 因為我是整個... 我沒有歷史 她是用抱的 是 對啊 然後之後我就... 因為拖水嘛 那個...就是... 掉點滴 然後我身上全部大概有十幾個針孔 因為我找不到血管 哇 然後醫生就說 那沒辦法了 真的只能去泡熱水 就是腳... 就是打腳... 腳背 對... 然後泡熱水 然後血管就會張開 然後打腳背 她從頭到尾就是幫我放熱水啊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握著我的手 然後我就乖... 乖乖乖一下就好了 在醫院 然後反而是我媽坐在旁邊 很擔心 就是... 你們連掛急診都找一個 沒有... 沒什麼人 不是啦 那時候就... 那時候... 那時候你有沒有那個... 像阿丹的女朋友那樣 剉賽的 失禁 沒有啦... 我只是就是... 也是胃... 胃痛 對 胃... 嚴重的腸胃炎 那路上萬一要溝通怎麼辦 我想去買雙球鞋 我想去吃東西 該不會這還要傳簡訊吧 太遠了 對啊 對啊... 不是...他都都一定是一樣 臉很臭但是會講很親密的話 我們兩個等一下去看那個... 鞋子 好討厭喔 這麼討厭喔 這好狠喔 沒有生氣也要生氣 所以路人看不出來他們是情侶嘛 嗯... 是不是有到這個地步 遠處的暗號跟棒球一樣 還是很臭 那我這樣問你們 你們看電影 進電影院之前一定是冷酷的 進去之後是不是又搂在一起看電影 有沒有 偷偷勾手指 到後半段時間我們沒有看電影 原來你們都進電影院幹內檔子 幹... 什麼... 後半段都沒有在看電影 可是還是在電影院裡面 不是 我說相處的後半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去看電影 因為沒辦法 就是真的怕... 就是覺得算了 就是... 去了也要生... 就也要生氣 然後... 就是如果去了也要... 就是... 他很在意外界的狀況就對了 是他比較在乎還是你比較在乎 都在乎吧 都在乎 對啊 都在乎那就沒什麼好生氣的 那... 既然都在乎 國內沒有話講 出國總可以牽手 對啊 對啊 出國可以啊 所以有沒有常常出國 滿常的 那會故意選擇一些很冷的 你去南門的地方去嗎 比如什麼... 土耳其啊 沒有華人的地方 你去阿里阿里阿 沒有啦 沒有啦 東南亞的話 如果... 還是很紅的話 應該他路人還是會... 側目 還是去一些就是... 我想去的地方 對啊 都OK吧 這樣子 然後後來咧 後來... 兩個受不了就分手了 重點就是沒有好好溝通 但是我... 客觀地認為是你們兩個都放棄 因為都覺得太累了 太累了 真的很累 這種真的很累 對不對 你看在座聽完以後 覺得不累的舉手 不可能 聽了都好累 對啊 整個虛脫了 那分手的時候總要講話吧 我們是傳... 其實分手那一天我們都很正常 其實... 到後來... 狀況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 通常都是他打電話給我說 我就接你吃飯 好 時間到了 吃飯完 然後再送我回家 然後其實分手那一天就是... 我們還是很正常他接我吃飯 可是吃飯的時候都沒有講話 就是... 兩個人就好像並坐你知道嗎 就是默默地吃 吃完了還是回家 然後... 回家之後他就傳簡訊給我 然後就說... 還是不要在一起好了 你們吃一頓飯都從頭到尾沒講話 只有講要吃什麼 吃什麼 然後... 就... 就... 反正就吃完就走了 哇... 也都沒有講話 這好像去吃自助餐喔 那就是很像餅桌啊 各個... 我可以坐嗎這樣子 不認識的那種 我們之前有吵過很多次 但是沒有提分手 就是... 你們吵架的原因是什麼 我可能內心壓抑著不爽 然後... 他可能也覺得不爽 然後... 內心壓抑到後來... 就是... 他覺得... 有一種可能會互相不爽 然後都很壓抑 因為他們這種交往模式 已經很累了 對啊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這個環境總可以牽牽手了吧 可是對方還覺得不行 對 那有時候對方覺得 這個環境可以牽個手了吧 他又不行 所以你們日積月脸 不爽到最緊繃 對 最緊繃 因為你們這真的證實 數學的工程師嘛 就是... 負負得正嘛 人家不爽在一起 分手就爽了嘛 對不對 還一個網路 很理論 像這種美女分手 你就爽了吧 我當然爽的時候 不爽就多了一個人 我就爽喔 OK 那竟然這麼痛苦 這麼刻苦民心 那為什麼會想要謝謝他 其實我以前 剛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他都是 會讓我覺得他工作擺第一 然後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那可是女生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你為什麼不陪我 對啊 那其實到最後我會覺得 這種男生才真的負責任 所以妳寫了一段話要謝謝他 這第一段高潮 來 請就位 我的很沒... 很沒看頭啦 來 燈光好氣氛家 請就位 這邊 這邊 來 這樣好尷尬喔 不會 OK啦 OK 好 以前總是因為你把工作放第一 然後我會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 然後也好幾次爭吵都是因為 氣你覺得我不夠 就是思想不切實際 那可是現在想起來我知道你都是為我好 然後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然後為未來努力 然後相處的日子裡面 有開心有悲傷 不過 至少我現在記憶裡面都是美好的 然後 不行了 然後我知道你對自己的期許很高 然後 沒關係 慢慢說 好 平常我們的談話都是圍繞著工作 然後 其實我內心最想說的話就是 希望你可以很健康 然後很開心 然後我想說一句話就是 要好好地活著 好難喔 好難喔 說真的 妳還害他嗎 我覺得已經不是愛或不愛了 只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到最後分手 我也是希望就是彼此可以 就是 因為到最後真的是草 就是那種 就是草得很整個悶住 然後我是希望 他的工作 因為他對自己的工作其實很高 所以我覺得只要他在工作上 可以得到他自己想要的 我覺得 這樣對他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站在一個男生的立場 今天聽到這段話 如果說是我們在座都是 是他的那個對象 我們會覺得對方很愛著我們對不對 會 因為心裡都還是這個男生 其實他教我很多 像 我以前就是工作上的事情 他也是覺得就是我都 比較沒有企圖心 然後像有一些事情 可能他會覺得你受委屈 你就說出來 可是我是滿足的 那我會覺得 你的個性是這樣 我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用那麼激烈 就會覺得我不切實際 或我沒有為自己想 然後我都會還滿氣他的 可是現在想起來就是 覺得他真的是希望我就是 長大 然後不要自己吃虧 我跟你講 像你們這種戀情 其實還沒有結束 感覺還沒有結束 不要說戀情沒有結束 因為地球是圓的 他未婚你未婚 誰知道以後會不會又走在一起 其實還是有機會 對不對 所以 你不能拿過來 過來人 真的 剛剛一哭我會覺得整個攝影棚冷掉 我現在真的 這樣就對了 真的厲害 最後還是得到了幸福 對啊 我為什麼 看到你我們好有希望的感覺 為什麼你知道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呢 我本身就是個例子 因為他還沒有後來沒有結婚 我也沒有結婚 如果大家還有心 接下來的案例 是我們送心裡 送小姐 妳離婚到現在多久 三年了 哇 三年 很長一段日子耶 妳在中間有遇到更好的男生嗎 有沒有遇到更好的 有 其實追求我的很多 很多 那我之前有交一個 離婚後交了一個快兩年 分手了 分了 妳覺得她沒有更好 是因為後來走回這一行吧 那她就是跟她的狀況有點像 就變成說 我後來會穿得越來越性感 然後她覺得在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妳不是這樣打扮的 為什麼當妳一進這一行之後 就是妳穿得很性感 然後都是去節目上給別人看 而且女藝人逢年加 過年佳節 這種日子她都在工作嘛 因為她一定主持活動幹嘛 她沒有時間陪她的男朋友 她變成是屬於大家的 一般行業就是逢年過節才 才可以跟大家聚會 團聚 但我們這個行業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她如果愛妳 應該要能夠理解 這個工作上的東西啊 她一開始可以理解 可是變成說像 有一些事她不能接受 像以前禮拜六禮拜天 我是固定會陪她 可是變成我們藝人 剛好是禮拜六禮拜天最忙 相反的 我們的時間完全就搭不上 然後有時候錄影 有時候趕到10點 11點 那以前我都會陪她吃個晚餐 然後再工作 可是現在你如果敢通告 你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她又會覺得 你異性朋友很多 像有一次國賢那時候打給我 她就會覺得 國賢打給妳要幹嘛 國賢是誰 馬國賢 她打給妳有什麼關係啊 她那個... 對 要是我是妳男朋友 盡量打 趕快好好照顧妳 馬國賢其實還可以的 不會 她說的不是馬國賢 馬國賢很偷對不對 小氣鬼對不對 還好 小鐘比加小氣 當然不能說小鐘比啊對不對 小鐘是教主啊 可是我覺得她嫌妳穿得少喔 我覺得是有點小氣耶 不會 你錯了 你真的錯了 真的嗎 你會嫌第一姐穿得少嗎 我會 所以我的朋友也是射手座 我會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 好 再轉啊 怎麼講 等一下 你會 但是你沒辦法 你辛苦 辛苦妳了 我是不能喊扣的 可是我不... 我不希望她這樣子 就不喜歡 我覺得做節目 沒必要穿那麼露啦 我真的以為她現在... 我現在她不在 我真的是這樣講 對 她最近去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那裡啊 真的啊 不是這樣搞的嘛 那我們也會啊 可是性感不一定要 對嘛 對不對 可是我真的要聽女藝人講個話 因為 很多大哥或者是製作單位 都會要求你一定要 還要擠這樣 尤其有一個撞球節目 她說你一定要擠成這樣 才能撞 對啊 你們製作單位不要... 不要把你們自己 女主持人物化了 我跟你講 我們國人的男生是... 對不對 對 是看內容的 不是看肉體的 你幹嘛提這個東西 我很氣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而且你看彭哥還算圈內人喔 我男朋友那時候是回去就吵 然後吵 可是他的觀念是他保護我 因為他覺得 他一個男朋友立場 他覺得男生都一定是 往你那邊看 會有瞎想 然後裙子穿太短 他就覺得 男生不安全 對 你不要想男生以為你這樣 不是他們都會有幻想 當時對你有多好 他也蠻能機會我是單親小孩吧 然後像我媽媽的時候 就是他 就是也是會陪我媽媽 然後就是希望我可以 我媽跟我帶他去教會 然後他也會說禱告 就很可愛 對啊 因為就變成說他本來不是基督徒 對啊就會開玩笑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不是基督徒禱告會靈嗎 這是一首 對 我覺得是一種 是喔 那大家就不要入教 都可以禱告啊 可以啊 都可以禱告 這樣子喔 那我知道 以後我也可以禱告一下 對啊 就是一種寄託 這樣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心情就很安定了 然後我覺得他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那時候我 有一年是剛離開福茂 就是因為有一年沒賺錢 然後唱片不景氣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慌很慌 就是一年你都會覺得 哇 是不是得憂鬱症 就是你也不想跟朋友聯絡 然後你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走接下來的路 我記得有一年 我就跟他說我好想出國 可是你根本沒有賺錢 你怎麼出國 然後有一天 就是我生日那時候 然後他早上九點 他就叫我起床 我說幹嘛幹嘛 他打來 你趕快起來 我就說吃中飯 你要請我吃生日中飯 沒有那麼早 結果十點多 就有人送花過來 然後那時候就很感動 結果到晚上我們就吃晚餐 然後他又送了一個Swarovsky的愛心 然後他是紀念款 他就是寫一個卡片 他自己寫的 這是他 他看得出來 我為了事業很辛苦 對 然後到晚上我就要睡覺 然後他就回家 他就說 你要不要打開你床的方面 有個盒子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會放一個盒子 結果我開之後 我就看到他送了一本 就是 全亞洲島嶼旅遊的一本書 然後裡面放很多錢 就是 這樣子喔 對啊 我就覺得他好用心 然後 他能機會我的心情 我知道這一招是滿猛的 結果他放多少錢 沒有 這個 對啊 你不能放八千塊 八千塊就尷尬啦 八千塊怎麼去啊 裡面那還有八千萬 在印尼盾有沒有 幾萬塊 因為可以去馬來地夫啊 可是那時候好像剛好是大海嘯 所以要買那一本 大概有一半全部都不能去 但是心意到了 沒有 我就覺得 對 讓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一個男孩子 你要他這樣散步驟 然後設計 然後包那個禮物 你就會覺得 哇 好貼心 聽他這樣講 那個怎麼浪漫的東西 我覺得讓我對 比較印象深刻 是他對他媽媽 因為我覺得其實 男孩子的觀點來說 如果對這個女生的媽媽 這麼好的話 真的是有對著女生用心 因為其實兩個人相處 男女就是那個浪漫 是一定會要有的嘛 對 但是對對方媽媽這麼好 這麼用心 他真的有把心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我覺得 他真的滿愛的 那你有這樣做過 你有對佩生的媽媽嗎 講幫尿露到有沒有做過 佩生的媽媽 不是 我出外景去 人家送完米 還拿給佩生的媽媽 你真的拿出來 話就弱了好不好 講米 送米是什麼 不是 我是說 就是說 我對我曾經愛過女生的 媽媽都很好 都把它當作是我自己媽媽一樣 是 其實我每次跟我女朋友分手的時候 最難過的是 再也見不到她媽媽 因為我爸媽 因為我爸媽不在台灣 因為我對對方的父母好 他們就把我當兒子一樣 是 然後等到跟這個人分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對不起這一家人 這樣 那你有沒有因為這個女孩子 對方爸媽太正了 對你太好了 不捨得分手 會多再幾幾片 為了吃她媽媽燒的菜 對 所以我覺得有 有嗎 還是會有嗎 我有 其實有兩件滿浪漫的事 一件其實我覺得 她男朋友 只是那時候 對 我覺得你根本是 你剛剛Re的內容之後 是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是 沒有 在美國 是 然後我是一個很會用網路做事情的人 然後她生日快到了 我就趕快上網查 美國她家附近哪一家花店 因為國際上可以訂 然後訂了花之後 我還確定跟她指定說 一定要在她起床 比如說11點 在台式家的時候要送過去 然後我還特地用台灣打去美國 線上刷卡很怕被騙你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司 打過去 結果也是一個印度槍的人講話 根本很難跟她對答 然後我就說 好 你確定給我11點送到就好 OK 然後那天 台灣是半夜 我還刻意不睡覺 然後就要等她起床的時間 打給她 明明就是講講話 其實話已經講差不多了 我一定要撐到就是 最後那一刻 結果她說她講講話 然後最後叮咚 有人她說 有人來了 有人敲片我去看一下 我說那我不要掛 我要繼續跟你講 結果她一去 一開門看到一大樹花 然後一個Teddy Bear 然後馬上就大哭 就說真的很感動 對 但是一樣 那我講再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很酷的 她非常感動 因為她旁邊還有另外一個男人 你又想要掛個Teddy Bear 為什麼我們 真的非常真的 OK 好 我講另外一個很屌的好了 就是 也是同一個女朋友 因為我真的很愛那個女朋友 然後其實 有時候會刻意想做一些浪漫的事 剛好那一天是 情人節 那我們是一起過 但是女孩子之前都會 我們是有講 她就跟我說 要送我什麼東西 我說你不要送我 那我也不會送你 因為我們就吃個飯逛逛就好了 那她其實年紀大我幾歲 那時候我還賺錢沒有賺那麼多 她說她其實一輩子沒有男人送過她 單科的專介 但她不是要求說多貴的 那那時候我自己就去看了 Tiffany的一個 六十分的專介 那好巧不巧也要個六七萬 對啊 那年輕男生那時候真的就省吃減用 好多東西存下一筆錢 買了 然後那天我都一直裝美食啊 我們去吃飯吃完 我叫我朋友先在一個國小 幫我設定好一些東西 那天我還說我們去逛逛啊 去翻牆進學校 就是聊聊天啊什麼的 結果一進學校走幾步一個穿壇 我朋友就開始有放螢光棒 有指一個路線 那她也大概知道我要併下一棒啊 但是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知道 那地方是我朋友用酒精膏 幫我畫成很大的愛心的形狀 然後我就演抽一下丟下去 哇好帥喔 就一個酒精膏 我有看過的愛心 這演含劇啊你啊 這就是你要去經營你的浪漫 然後中間就是一大樹鮮花 還有一個小火車 裡面就裝了轉介 然後當場拍子就是非常感動 可是我覺得現在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太年輕了 我覺得這等於又在耍花槍的感覺 耍花槍 那個不花槍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 我現在的我是 如果我愛一個女人 我會是支持她的夢想 搞間諜那一套 不是 對 對 那也是很久以前 可是她剛剛那個真的很浪漫 那你為什麼會想謝謝她 要謝謝她什麼 對 可是我今天謝的是我前夫 我講了半天 你要謝謝的是你的前夫 你現在完全不顧 綜藝節目的節奏 你現在完全不顧 綜藝節目的節奏 好啦 那讓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怎麼謝謝你前夫的這段話 好啊 好啊 來 請請 Dear Howard 這輩子能讓我這麼放心的嫁給你 都是因為你的單純 你的老實 還有你的真誠打動了我的心 不管我們之前訂婚到結婚 我們是不是不成熟還是很衝動 但是也希望你能原諒我的固執 我的任性 都是因為我 所以讓我們走上離婚的這條路 那希望 其實很多夜裡我自己檢討過很多次 只有謝謝你留給我這麼美好的回憶 OK 還是有美好的回憶 很多 來 你們節目很過分耶 每一段就是一個感人的 對啊 像我們也是心情電梯 起起伏伏 可是我還真的很謝謝你們的節目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他聯絡過 而且甚至到離婚 我相信他可能 因為他很愛我啊 之前 所以在離婚那一刻我是很冷的 他一定很傷心 相信他很傷心 對不對 因為我當我冷掉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 再回頭 對 可是有時候 譬如說我會檢討自己 我會想很多 以前誰對我好 然後我會覺得真的自己 在你要去闖 譬如說你要闖你的事業的時候 你可能必須要放棄很多 你就不會想那麼多 但每次到晚上夜裡的時候 你還是會想 當然要自己深愛的男人一起結婚 然後這麼快就離婚 對 因為這輩子我可能找不到 像他對我這麼好的人 那如果他現在還未婚 求你回去跟他復合 你願意 可能不會 因為我後來見到的一個結果是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的小孩 我好像不太能 習慣婚姻的生活 那他如果也把自己家庭 搞成單親家庭 你不願意 不要啦 因為他爸爸媽媽很疼我 其實我後來發現 當初我會嫁給他 有一半是因為他的家庭 因為我很想要一個家 溫馨 對 所以是他的爸爸媽媽 讓我覺得很溫暖 如果他也是單親 或許我們兩個也會變很孤單 同樣都是美女 都會遭遇這種 淒美的愛情故事 我很期待Ruby的不太一樣 為什麼 哲瑩跟那個欣怡的愛情 其實都是有一點 讓我們有點遺憾 對 淒美一點 雙方沒有錯 但是就這樣分開了 我覺得 中國人講緣分 緣分沒了 都是當那個時候 ㄍ到了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說那個時間差 再錯開一點 可能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可能就會再走下去了 對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把那個時間 還原到現在往後挪 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局面 而且我覺得最怕的是 碰到愛在那種 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對 對 通常都是這樣子 你們心中有太多的遺憾 可以感覺得出來 OK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Ruby大名 大方外向的Ruby 談過多次戀愛 與前男友們 都能保持良好的友情喔 紫赫 好不一樣喔 這是 黑蓮窩跟元寶 搞錯... 其實... 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你們 有幫我取了一個名字耶 是 因為我自己心裡面想的是 其實應該是 是情人也是朋友 唉唷 是情人也是朋友 對 那便宜那個男的 我才聽到 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我每次 我聽你們兩個的故事 其實我也感同身受 因為我覺得 女生大部分的感覺 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遺憾 也有遇到那種會 就是當初啊 就是她可能對你說教 然後你就覺得很討厭她 可是後來你反省之後 你覺得 其實她是對我好 那種遺憾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比較幸運的地方是 因為我是那種 我會比較 我是真的都只會記得好的 所以我是一直都會跟 前男友會保持聯絡的 那就是當我聽到說 我要來感謝前男友的話 其實我馬上想到就是 我在回台灣之前遇到的 一個是我15歲 一個是我18歲的 這兩個男到目前為止 都是我就是 還是跟我聯絡 然後我們兩個真的都 就是還是很好 而且甚至還會說 就是其中有一個是 就是我在15歲的時候 我們就 在我生日左右的時候認識的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 很可愛啊 然後就很靦腆 因為15歲你能怎麼樣 就了不起 就勾到小指頭 就很了不起 彭哥你找熟啊 那不能這樣 那不一定 好 繼續 對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她認識我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正好在加拿大 那時候加拿大還有那種 卡拉OK你知道 就是開放式 就是大家還是說什麼 table number three 什麼什麼 你知道 大題 就是小舞台 然後那時候 我就有上去唱歌 結果後來她就 就透過別的朋友 就一直講說 就說 我覺得Ruby很可愛 可不可以跟她要電話 她那時候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好可愛 因為她長得很可愛 然後後來就 她出現在家裡 然後就很感動啊 然後就有點說 我喜歡你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約 兩個禮拜之後再見面 那其實兩個禮拜之後就是情人節 然後 在中間我們都要上課嘛 然後可能 喔我兒子通個電話 她都不會跟我講什麼 可是她就說 你確定在情人節那天 你要跟我見面喔 然後結果後來 我後來情人節當天 她跟我約在一個那種 就是玩電動玩具的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覺得 這是很好的聚會的地方 她就突然直接說 OK你先轉過去 然後我就轉過頭 然後後來她就說 OK我擺好了 結果我轉過去一看到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 就是一個玻璃瓶子 然後裡面裝滿就是 很多很多顏色的 這麼小折出來的幾顆 然後就全部就是這樣 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我看到我整個就是 Oh my God 整個就很 因為我覺得她是 你知道是她自己做的 然後就 妳怎麼知道是她自己做的 對啊 因為她是她講的啊 她講你就信啊 她折了多少隻 沒有後 精彩的故事在後面 因為接下來 因為我太感動 我就這樣Oh my God 我就把她整個打倒 結果就是 妳那麼高的那個時候 通常就把那個光明 就是直接粉碎 然後就很崩潰啊 然後她才跟我講說 Oh my God 你知道嗎 我前兩個禮拜啊 其實我因為我不會折 可是我為了要幫妳折一千隻 聽說可以許願什麼的 所以呢我就是專門去學 然後結果她因為要上課 她只能在下課的時候折 結果折到就是晚上都沒有睡覺 結果還發高燒的 這些我都不知道 結果她的重點是 我還就是把她這樣打翻 我當初也是要拿一朵 每一個人發 開車到妳朋友家門口等她 還是很年輕的時候 就對方叫警察來叫人 對 還是跟法院申請保護令 你不要出現到我一百公尺之內 因為太早了 我是凌晨六點在他們家等 你知道嗎 結果那個靈音機就說 外面怎麼有台車在那邊 就看一個中國人對不對 就因為你是跟中狂嗎 人家會覺得 因為美國嘛 對... 那社區管理很嚴格 對... 他就兩台警車過來 叫我下來 然後我手放在車上 鬆身 後來有再遇到這個男孩嗎 我們就有在一起啊 在一起啊 就因為他這個行為 對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我就很感動 因為他跟我講說他真的是 他有特別去請教會做的人 其實他做得非常的好 就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有把那 剩下那八百隻 還留著 對 雖然說玻璃瓶還不... 就已經碎了 是 等一下 你剛剛說剩下八百隻 你還留著 對 我還留著 還有兩百隻怎麼飛啦 本來就沒有八百隻啦 你啦 不要再喝酒了啦 處理一下... 是說一千隻嗎 所以沒有辦法許願啦 就是這樣子啦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太小了 結果後來我們交往 交往差不多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就 交往差不多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就莫名其妙分手了 對 然後 後來隔了五年 差不多二十歲的時候嘛 就突然間就有一天 他就突然打給我 然後我就接電話 我是那種其實我還好 我覺得沒什麼 我接到他的電話 我其實很開心 我說什麼 這樣子啊 他就... 他就... 我一直以為 你會不想跟我講話 我說為什麼 我會不想跟你講話 他說因為之前什麼什麼 我說拜託我們當時十五歲耶 後來他一講完之後 我們就說那我們再見面 就一見面又在一起 對 剛才是... 上了對不對 沒有指揮 不會被剪掉 真的... 真的OK嗎 所以已經五年之後 二十歲了嘛 一定有嘛 你們都是標準的男生女生了 為什麼不能呢 對 處理了嗎 你們那私討的方式 真的不要以為 女生會完全跟你一樣 你們真的... 我沒有說完全一樣 所以我說對不對 這不是重點 對 我會請問你啊 所以重點是 我們後來交往 我們不想聽重點 對 好啦 繼續...對不起 本來就是有很開心的交往 可是也是後來也是... 開心的 也是一樣 可是只有... 我媽媽要從香港來 香港... 也是交往幾個月之後 又沒了 我跟你講 他那個香港來的 不是他媽媽 是他香港的女朋友 這次不是媽媽的原因 這次是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要回香港 可是我覺得此事必有蹊蹺 你們覺得哪有問題 怪... 怪對不對 應該有女朋友 你看 連攝影師都覺得怪 對啊 所有人都覺得怪 然後我說這樣就分手 對不對 他根本就是... 你今天就不用跟他對不起了 謝謝他 有問題 罵他 我覺得你們剛認識的時候 他是覺得... 怎麼說啊 水果還不夠熟嘛 五年以後 水果熟可以破開吃 對 吃吃就想 那邊還有一個水果蠻香的 去吃看那邊 然後現在又回來 你知道嗎 對 不是我 我沒有扯他 不是 我問你 我們是... 你覺得他這樣是正常的嗎 沒有啊 因為那時候我也有男朋友 所以我覺得沒差 沒有啊 沒有啊 好聽嘴 又要出去吃了 不是 我們是感恩大會 你這邊... 對啊 兩個花禍在那邊 不是 我要講時間點啊 這香港花禍 加拿大花禍 那邊扯什麼 那我是說 後來我們在三年之後見面 他自己見到我之後 他又覺得說 他對我還是有很有感覺 所以他就... 他就當時 就一... 無緣故突然間就跟我講說 我發現我還是很愛著你 所以我... 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然後我只是跟他講說 我現在有男朋友 你現在跟我講這個 我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這個樣子 反而會把我們的距離 拉得更近 因為我們是很直接溝通了嘛 就是不會像以前小時候會 就是那種有點猜測 然後不然就不講話 我們到現在甚至還會講說 我們三十歲之後 如果各自都沒有結婚 我們可以約一約這樣子 對 因為... 那這樣聽起來至少你們兩個 有點像彼此被胎的感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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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了嗎 我沒有講完 你現在被NCC鎖定了 滿蛋了... 什麼什麼有 然後又是什麼被胎 不是... 就是我... 純純的愛 沒有愛 我覺得不是愛耶 彈心 彼此是彼此的水果 不是... 可是越講越糟耶 我這樣講不好思念 我真的就是說 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隨時一個店裡 你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我很愛你 你有男朋友好像五年後在聯絡 對啊... 太正了這個 他也沒有這樣子 就是我們那個三年後又遇到的是巧遇 不是刻意的打電話 你怎麼知道是巧遇 對啊 不是巧遇啦 你怎麼想的 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 就是發唱片了 簽唱會 故意經過 幹嘛那個表情的 這樣 一下又可以來一下 對不對 你一定要搞一個音樂論就對了 另外兩個有遇到以前的男朋友 我 以前 你是說 什麼 遇見過 有沒有在... 嚇一跳 有沒有遇見過巧遇 有啊 有碰過啊 有啊 有碰過啊 對什麼感覺啊 在遇到 來一下 我覺得如果你還是很愛他的話 你都會分手那一刻 你就會很希望... 在十年... 你看... 你看 今天今天很難剪 你知道嗎 我只是在接他的話 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要讓Ruby 讓我們聽一下 你要怎麼謝謝你的前男友好不好 來 請 來 對 我講的是英文 然後其實我是想要對這兩個人講 因為他們都是... 就是我真的很好的朋友 然後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會通電話關心我 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有這樣子的朋友關心我 是讓我很幸福的 那我要跟他們講的就是 嗯... Thank you for be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然後意思就是 嗯... 很感謝你 是你... 因為你是你這個樣子 所以我很感謝你 就這樣子 然後... Lovers or Friends I know it's for life 就是... 不管是朋友還是情人啊 我覺得是... 一生的 我們一生一世都會是... 朋友 然後... Love always OK 謝謝... 謝謝... 其實很棒 對啊 每個人都有這個不同的過去 但是勇敢面對過去 是比較健康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雖然你讓我們覺得很羨慕 那兩位讓我們覺得 那段愛情很遺憾 但是... 淒美 淒美 都是每個人的過去 對啊 那今天謝謝各位 來這邊跟我們分享 謝謝... 遺憾的愛 美麗的愛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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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